鍾培生拿一百萬現金,挑戰臨作上擂台打拳。 狠久沒有一件事如此令人著弱,知名成中富二代有機會上擂台, 絕對是一件超越了中有紅藍黃綠任何意識形態的大事, 全香港沒人討厭這粒花生,說不定間接實現了大和解。 鍾培生來勢洶洶,對臨作,下挑戰輸, 臨作一貫灑寶,讓人難以觸摸虛實,就敢看,應該不應戰居多。 哈門兩位我都認識,所以評論者件事時,要利益申報一下關係。 正如新援結衣的代表作徒必須可此但有用,代入臨作角色, 如果他對我下戰輸,我第一時間都會搖底,不過要找一個好的落台街。 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當別人對我門下挑戰書, 為什麼只有yes no兩個選擇,是不是可以跳出框架? 社交媒體公關應變都是一門商業學問, 我嘗試這樣回應,大家當做商學院學術討論。 親愛的鍾培生先生,我在社交媒體見到你對我下戰書, 我正考慮,現在我會先到醫院做一個全身報告檢查。 假若醫生不建議我做衝撞性運動,恐怕我未能負虐。 何況俗語有云,身體發膚受諸父母,我和你打到血肉模糊, 對於單親的我也不好受,我不想母親難過。 臨作比較喜歡和母親互動, 這個時候搬媽媽出來擋,非常適合臨作的人物設定。 作為一個出色的保險松葉員, 我也希望乘機向大家推銷購買醫療保險和意外保險的好處。 下山一千字,現在臨作的社交媒體都是推銷保險, 一雞兩味,的sell保險也撒保, 也非常適合臨作本人的人物設定。 所謂君子動口不動手, 我和你在網上世界口角不一定要動武。 我本人就讀哈羅牛津, 尖子一名,也曾做大律師, 現在從事保險業,揮下百人。 你中陪生也是尖子, 香港電競之父, 也是福布斯名人, 我和你半斤八兩。 與其打到血肉模糊, 倒不如我邀請你一起上港台視點三十一同場辯論, 就辯論香港年青人的出路吧。 我亦會邀請成中才子陶傑和港台顧問羅永聰 擔任評審。 你不必浪費一百萬, 這一百萬大可直接捐出來做善事。 我相信以我和你的背景和成就, 辯論激發出來的智慧, 能夠比香港年青人的價值, 何止百萬, 簡直添價。 希望你能夠接受我這個邀請。 概念大致如此, 文字可再認識。 不過, 做公關都講時機, 現在林作錯過了最佳反擊時機, 公眾對他的認知就是他被了中陪生, 不夠膽應戰。 中陪生有備而來, 講拳頭林作一定不夠打, 但是同場辯論, 林作作為前大律師, 至少可以一戰, 當然中陪生拍YouTube的口才也太差。 所以一開始就不應該被中陪生的拳擊 邀約牽著鼻子走。 不過講什麼都沒用, 現在有點太遲了。 或許正面地看, 林作總有一些神奇能力把負面的新聞扭轉, 說不定他有一些必殺技, 是我者門外看掌握不了。 世界改變了, 社交媒體打破了公領域和私領域之間的界限, 稍有名氣的人難免要為自己的名譽而戰。 正如我在辯論擂台上, 面對葉劉淑儀的挑戰, 都要動武筋, 劍走偏封送花讚他, 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論口才, 我便不過他, 他以前的對手是黃毓民。 最難得節目沒有被搞窄, 這節目收投訴信之多灌注全港, 李君雅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港台千瘡百孔, 起碼, 我沒有令港台雪上加傷, 我的緣或算做到小小功德。 我不介意外面人把我看成變態老, 成大事不拘小節。 我同情臨作, 面對挑戰, 要考慮的東西可以很多, 不過若他能夠和鐘陪生上擂台, 想必全香港都非常熱切期待。